好 歡迎大家回來收看 現在這8E高畫質從日版邀請賽喔 那今天已經來到最後一場賽事啦 就是由這個Sobey Rush要對上SSQ喔 那這邊其實我真的要覺得 我真的覺得SSQ這個精神 這值得大家敬佩喔 沒錯沒錯 因為他其實今天一下飛機的時候 他就有說他其實有 已經重感冒了 對 那他有去看醫生 只是還不確定是什麼病 但是其實已經有 就是已經蠻不舒服了 但從今天一路到7點到現在 其實他一直都保持著就是 就是拼搏的精神喔 對 尤其像剛剛最後一場其實 因為他真的蠻不舒服的 照理說你可以跟主辦方想說 可不可以改一下賽程 比如說明天 但最後還是決定把今天的最終比賽打完 而且剛剛其實已經主辦方 已經同意他 延到明天了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可能覺得 這個 今日是今日必 要今天完成今天 該完成的比賽 沒錯 結果沒想到最後一場 竟然是遇到好 蘇貝 我這場一定要全力幫SSQ加油 沒錯 那我也要用我的風格 來幫SSQ加油 好我們來看一下地圖的 右下方喔 是黃色的蟲族 蘇貝rush 光看一開始 這開局就覺得他很猛 猛的要死 好來看一下地圖的左手邊 左下方 這是藍色人類 SSQ 對地圖一樣是剛那一張 那個什麼 Circuit Bersac 對 然後 也是一張大圖 其實我覺得選這種大圖 對SSQ來說 會稍微不利一點 沒錯 因為對人來說 你要推進的距離 就有點長 對 不過據我所知 SSQ以前在 最早玩星海一的時候 他的打蟲族是比 應該是他 這個 三種對抗裡面最強的 最強的 對 那今天也是他第一場面對神珠以外的 中珠 所以其實這一場看點很多 那其實根據在前幾場的 感覺上 他是其實 他隨著一場 他是越來越 越強的 那 就像剛剛師爺講的就是 這個可能是他最強的對抗 所以等一下他可能會打起來的話 會更具於一些主動跟破壞力喔 對 希望說 剛好收備也會發生一些失誤 然後讓SSQ看可不可以 虐他一把 沒錯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 呃 收備是選擇了一個 好像是裸霜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沒有看到 嗯 對 其實一般ZVT大多都會先裸霜 尤其是收備那個年代 對 就是你都會裸霜 然後先防守 被動 然後下地堡等頓地收出來 就是我猜 十四八九收備會 按照我剛剛講的這樣子打 沒錯 那 是不是 人類其實在打蟲族 他的多變性就比較多一點 畢竟不像打蟲族之後機械化 那 看 SSQ的習慣啦 因為其實生化用的好的也是蠻強的 尤其是 生化在前期是比較有多Rush的招數在的 其實 雷達蟲族 呃 在TVZ的對抗中 生化部隊才是主流 當然也有人用機械化 機械化絕對是一個選擇 不過剛剛 SQ前機場比賽 可以看他 看出他其實對這個機械化部隊的操作 有點離不從心的感覺 沒錯 那 生化部隊的話 因為 其實SQ以前 團戰 聽說也是很厲害 很猛的 那其實團戰沒有人在機械化的 每個人都是出生化病 所以我相信任何的人類玩家 其實對生化部隊的操作 一定會比機械化來得好上那麼一點點 沒錯 哇 這邊是直接一個二兵營開局 那看起來應該是要直接打一個生化的路線 呃 其實這兩個人呢 基本上是同一個年代的 他們都是台灣新海藝最最最最早期的玩家 SQ這個開局也是最復古的那一種 先升兩個軍營 然後做出基本的機槍 然後可能下 之後下研究院 然後升級機槍兵的射程跟戰鬥藥 然後壓到蟲族的門口 對 然後直接打一波 就是那一波其實通常 假設SQ這個流程沒有失誤的情況下 其實 充足要守是有一點點難守的 充足會需要下可能好幾根地刺 然後等蹲地獸出來 那這個時候人類的兵一定會放在 如果說沒有辦法一波一下 一定是放在你的地刺的外圍 那你蹲地獸一出來 就要看SQ操作的這個發揮 就是你必須也可能要去點射那個盾力獸 那如果能成功 就是秒殺幾隻盾力獸的話 那其實充足就會被你關在只有兩個礦區 那其實人類一旦開了二礦 經濟漸漸地追上充足 人類就會變得很好打 對的 而且其實充足要防守這個東西 有一個小技巧就是 一開始出了不是會有一些一化蟲嗎 他其實不能讓人類那麼輕鬆 就直接從他家裡走到你家裡 他一定會在中盤的地方 就是一直不停的拖延你進去的速度 對讓自己有更多發展空間喔 好那這邊來看的話 這邊 SQ SQ的他的 探測機 他的SVB已經到對方家裡偵查了一番 其實SQ 我看到他幾場 他還是有展現出一些亮點 我會覺得說 欸這個你還記得喔 就是 就是這些東西是 呃需要一點點研究的小細節 好比說 剛剛SOBEI其實做了一個細節 就是他上面的狗袋追逆的SVB 但是口呢 用兩隻一化蟲去把它堵起來 對的 SQ這邊更激高一籌的是 他是直接點自己家的礦 欸這個走過頭走過頭了 不過這邊有點操作錯 還好其實SOBEI這邊有點慫 對 就是他直接點自己家的礦 讓那個 SQ可以成功穿越那個一化蟲 沒錯 這邊可以看得出來 SSQ 呃在這套流程上面 感覺就比他的這個 機械化來的 就是說 他這邊沒有卡人口 錢也沒有爆 然後錢壓的 timing也很準 只是這邊 一點點機槍就往前 老實說我覺得有一點點擔心 因為SOBEI如果說 補出了多一點點的狗 那其實這邊的機槍兵很有可能有去誤會 對 通常應該是這一波只是一個4-3線壓制 對對對 這邊其實可以往回家走一點 跟後面出來的醫護兵 跟機槍兵會合 然後再進行第二次潛壓 沒錯 就是我必須要給充足壓力 讓他下第二根 第三根 第四根 不會讓他過人那麼開心 對的 確實這邊來講的話 其實SOBEI剛剛在面對那個壓力的時候 他接下來全部都變成了這個 一化蟲 那這時候SAQ直接往後追回側 對 跟自己的兵儀做個集結 這邊SOBEI確實是 如同我說的 他補了更多的狗想要出來 包掉剛剛的機槍 可是SAQ 剛剛回側非常好 不過這邊 這幾隻真的不應該往前 既然已經看到了狗的量 是打不贏了 後續後續 糟糕被發現 這樣子這波要送掉 很可惜 他已經做到了前面那個回拉的細節了 對 他如果跟這一波兵做一個會合 這邊有點下水餃啊 這邊有點下水餃 看一護兵來不來得及跟上 剩兩隻 其實有甩起來啦 對 這樣有點虧 如果說他剛剛最前面的 是直接退回到 跟一護兵一起前進 SOBEI這邊的狗 是完全不敢上的 沒錯 真正很可惜 因為剛剛在那一瞬間 如果他剛剛 遛的槍兵跟後面的槍兵 做一個集結 而且還有兩隻一護兵的情況下 照理說啦 是可以完爆這些兵的 沒錯 就是 你一定可以 按照你的戰術 這邊護士補得有點多 SOBEI看起來進去 怎麼只有四隻小護士 小護士你捨得打 唉呀 SOBEI這個 唉呀 太過分了太過分了 SQ護士有點補太多了 剛剛看到四隻現在走出來 依然是護士 其實應該要補一隻火蝙蝠 對 因為火蝙蝠燒狗是 超強的 超強超強 而且還是一個範圍燒狗 對 那這邊 這邊應該是沒有機會了 這邊 SQ打出了 我們恭喜 SOBEI RUSH 拿到第三個小分 那目前是 這個計分榜的第一名 是 對 那目前現在確定 晉級到明天的 比賽的就是由這個 SOBEI RUSH 還有四葉 還有一位選手 應該是 應該是今天其實第一天沒有把該打的賽程打完 所以明天其實應該大家都還是會 先把剩餘的第一輪的賽事給打完 所以還會有一個加賽的部分 因為每個人應該其實是要打五個小分 對 那像SOBEI打了三場 我也打了三場 然後JJ打了四場 就是 還沒有 還有剩餘一些場次 對就是還沒完全的決定 應該 目前來講最有機會的前 前兩名應該是完成了啦 是 但是後面還是有機會來交足這個 第三名的成績喔 對 那最後 我們再一次恭喜這個 SOBEI拿下這場比賽的勝利喔 那也 我覺得也要感謝SQ 因為真的這個拼搏精神 因為身體已經很不舒服了 還是堅持完成接下來最後的賽事 你看 這個真的是還在敗人餅 真的 聊天室根本沒人想看這個人 每個人都在刷SSQ 然後SSQ走下台 對 然後 那個人到底在做什麼 對 還留在台上把下巴抬高 然後比了一個 殺死他的這個手勢喔 好 那今天的比賽就已經全部告一段落 那一樣要跟大家講就是 錯過這次的比賽其實已經 我是認為幾乎是沒有下次了啦 因為要以 要再看到以事業還有這個收備 以選手身份 站在這個舞台上 其實基本上我是覺得這個應該是 只有這一次沒有下次的 對已經很少了 那喜愛新海藝的觀眾 新海藝的觀眾 還有他們的粉絲們 我希望明天可以到場 對他們做一些應援 或拍拍照也是很不錯的 那今天的比賽已經全部告一段落 那明天同一時間七點 也會有這個開放觀眾入場 然後線上也會有轉播 那今天的比賽就告一關 謝謝大家今天的陪伴跟收看喔 那我是今天主巴基 我是今天的賽品思業 好我們明天見大家掰掰 掰掰